效果分割化 下面我们来学一下效果菜单当中的分割化命令 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网页按钮的制作 来完成当前这些命令的学习 选择椭圆工具 按下键盘上的save加out键 在当前页面上方绘制出一个证源 绘制出一个证源之后将边框颜色转换为5 将当前渐变色角度调节成为-90 将当前颜色进行调节 选择渐变滑块当中的第一款颜色 在颜色控制面板当中 我们看到默认为K 切换成为CMYK 切换成为CMYK之后 将当前颜色转换成为深蓝色 再来选择黑色 同样转换成为CMYK 将颜色转换成为浅蓝色 定义完成颜色之后 下面我们来开始应用效果菜单当中的 风格化命令来进行一个调节 选择对象之后 点击效果菜单 找到风格化 首先我们先用内发光来做一个调节 选择内发光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进行调节 首先第一步 我们应该先选上预览 选上预览之后 在选项当中 模式里面 我们可以应用默认的绿色 这样可以很好的 用我们线色颜色 做一个叠加 然后在后方颜色块当中 利用鼠标点击 调出实测器 调节一个较深的蓝颜色 调节完成颜色之后 将模糊素质进行加大 加大之后 调节不透明度 进行加强 在模式当中 我们做一下更改 降低不透明度 好 当前这一款效果 我们就制作完成了 在当前 按钮的内侧边缘 添加了一组阴影效果 在下方还分为中心和边缘 这两项是指 如果选择中心 当前内发光会由中心向四周发光 如果选择边缘 将会由边缘向内侧发光 在这里面由于我们选择是深颜色 所以看不到光的效果 只能看到阴影效果 如果我们换一个较显的颜色 我们看到的就会是光的效果 好 在这里面我们应用一个较深的颜色 调节完成之后 点击确定 下面我们再来进行选择效果 风格化 第二步我们应用投影 选择投影之后 点击预览 由于我们制作的是一个半透明的水晶球 所以在当前投影上方 要让大家体会到一个原本本色的一个投影效果 所以这里颜色 我们采用偏蓝色 模式应用默认的正偏别底 不透明度采用默认的7% SY轴的位移 我们可以通过当前的滑块进行调节 S轴代表横向 Y轴代表纵向 横向我们调节成为0 Y轴应用默认即可 在模糊当中 我们可以略微加大数值 调节完成之后 点击确定 设定完成当前两项之后 我们在现有的对象上方 绘制出一个椭圆 为当前椭圆 天空成为一个白色 在不透明度当中 建立一个不透明度蒙版 选择蒙版 绘制出一个巨型 为当前剧情 天空一个废白渐变 更换一下角度 退出蒙版 点击前方的对象 配合当前 风波化当中的两本效果 我们就制作出来一个 网约的水晶按钮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圆角功能 选择当前的巨型工具 创建出一个巨型 创建完成巨型之后 现在我们选择当前巨型 点击效果 风格化 圆角命令 点击预览 现在效果并不明显 我们来进行加大处值 切换预览 可以看到 直接为当前剧情 添加出来一个导原角边 点击确定 一个圆角就添加完成了 那么在上方 我们再次进行添加 用于使用效果 风格化 圆角 来进行添加 点击确定 用同样的方法 在为当前 我们这一个外发光效果 来进行 制作一个不透明度萌绑 同样进行采用一个黑白渐变过度 制作完成之后 退出蒙版 我们看到 新制作出来的按钮 并被带有前方圆形按钮的样式 选择前方的圆形按钮 在上方样式当中 选择新键 再来进行选择后方的按钮 点击 这一个样式 我们当前的效果就被进行添加上了 但是 我们制作好的导原角边 被取消掉了 在这里面 我们需要再次进行执行一遍 圆角 数值 再次进行 调节成为我们应用过的数据 点击确定 即可 好 当前这一效果制作完成之后 我们继续往下方来看 在效果风格化当中 我们再来看一下外发光 首先在使用外发光之前 我们需要先绘制出一个背景 当前我们使用一个较重的界面色 作为一个背景 将蓝颜色再进行加重 前颜色的部分 也将颜色进行加深 现在我们选择椭圆工具 绘制出一个正圆 绘制出一个正圆 偏通一个白色 选择编辑 复制 编辑 粘贴在前面 将粘贴在前面的对象 进行缩放 为了区别 我们更换一个颜色 放着好之后 选择当前两个圆形 调出 窗口材料当中的 入镜查找器 调出入镜查找器之后 选择 与形状区域相减 再点击扩展 当前就制作出一个月牙的形状 制作出一个月牙形状之后 选择 效果菜单 风格化 外发光 将模式 转换成为正常 点击预览 将颜色进行更换 更换成为一个黄颜色 确定 不透明度 使用75% 将模糊数值进行加大 我们看到 当前的月牙就发出一个弹王色的一个光 当前外发光效果制作完成之后 我们再来看效果菜单当中的 涂抹效果 涂抹效果可以给对象的边缘 制作出一个涂抹的纹理 我们直接应用当前背景来进行制作 选择背景之后 应用效果 风格化 涂抹 在预览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当前的背景 直接就出现了一个涂抹的效果 在这当中 我们可以进行设定 涂抹的角度 以及 路径的重叠位置 是内侧还是外侧 以及 变化的粗细 线条选项当中 可以设定 描边的宽度 以及 曲度 变化当中 可以增加我们当前 描边线条的变化 以及 当前的间距 调节完成之后 在后方 同样带有当前变化的一个调节 设定完成 当前所有效果之后 我们可以直接去进行 点击确定 完成当前效果的制作 下面 我们继续来进行看 风格化当中的 添加箭头 添加箭头 是指 针对当前 一组线条来进行添加 我们直接进行绘制出 一个线段 选择线段攻击之后 直接进行点击 调整一个角度 长度 我们可以个人进行设定 点击确定 点击确定 视频完成当前 这一根线段之后 我们可以在当前描边当中 调节我们这根线段的粗细 定完成之后 在效果 风格化当中 选择添加箭头 选择预览 首先将当前两个箭头 切换成为默认的5 箭头的起始点为左侧 中止点为右侧 在当前添加箭头当中 也分为起点和终点 这代表控制当前箭头的 两个端点 首先我们来进行调节起点 选择右箭头或左箭头 可以看到当前的选项 在下方进行显示的是 一共有27个选项 前方为第几项 我们可以逐一进行选择 选择之后 不要变化即可 在后方是为终点 我们从后方进行选起 选中之后 直接应用即可 如果针对哪个箭头 想要进行缩放 我们可以进行选择百分比 选择为50%大小 点击确定 当前箭头去添加完成 现在我们再来看分布画当中的最后一个效果 语画 我们将当前这一个背景来进行语画一下 选择当前背景之后 我们看到当前的背景 目前并不是一个带有四周凌乱的一个轮廓 在当前显示当中 它实际上还是一个整体 只不过因为我们效果的应用转换成为一个凌乱的效果 现在我们将它实际转换成为一个带有凌乱效果的一个对象 选择我们当前这一组对象之后 在对象猜担当中选择获展外观 这样我们当前对象就真正转换成为一个凌乱效果的图形了 选择当前图形 在效果当中选择风格化 语画命令 点击预览 我们可以使当前的边缘进行语画 在语画半径当中 我们还可以去进行设定语画的数值 点击确定 就完成了语画的效果 本节内容已结束 请进入下点的学习